為了讓上制度的火災受災戶可以趕快重整家園 市長溫家賢指示清潔隊來協助清運現場的廢棄物 同時也請社勞客為受災戶來申請安全救助 並且透過慈濟等社福單位評估後續的重建家園工作 希望可以讓火災受災戶有一個欺身之地 上個月20號上市入一場大火 將高家兄弟的家園全部給燒焙 為了讓他們可以盡快恢復正常生活 花蓮市清潔隊派出了一台抓斗車 還有多位的清潔隊員到現場協助火災受災戶 把堆制的鐵皮木頭等廢棄物以抓斗設備處理清運 有關上制度火災戶的協助的部分 清潔隊奉花蓮市市長就是我們衛市長的指示 全力來協助他們廢棄物的清運跟處理 廢棄物裡面當然有分為事業的廢棄物跟一般的廢棄物 以花蓮市清潔隊來講 我們按照廢棄物清潔法 我們只能處理一般的廢棄物 像裝瓦石塊這些廢棄物我們是不能讓他入場的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也跟火災戶有跟他們溝通過 那這個部分他們可以用來再做現場的整地 那我們今天來這邊主要是協助他一般廢棄物的處理 市勞課長蕭子衛也協同承辦業務人員到現場 確認火災受災戶是否還有許他需要幫忙的地方 這一案我們已經協助申請安遷救助 那目前就是慰問金除了核發以外 那這一案的家中的身心障礙不變的受災的高薪居民 我們也目前安置在我們的收容處所 那清潔隊協助清運完家裡的廢棄物以外 我們已經送了安遷救助那代核定 那目前也已經媒合了慈濟跟老盟的部分來協助 看是否民間團體的力量跟公部門的力量來協助他們重建他們的家園 希望他們能夠早日回到他們平日的生活 對於後續關懷作業蕭子衛也表示 目前已經媒合慈濟基金會還有老人福利聯盟評估 期盼透過民間團體及公部門的力量來協助受災戶重建家園 幫助他們盡快回到自常生活 繼續學歷勤 花蓮市報導